臉化了吧 化了 要留点空白 七句话七句话 你把腰挺直一点 不然你倒是会显得你很脱呗 没事没事 来吧 挺起来 来吧来吧 把脚往前方 不然你这样做不好看 对 好 开始吧 出印象与了解后 有什么区别吗 我 我那个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是觉得她是特别文静的 因为你不能说话 第一次见她的面 我们前两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吧 前两天没有见到面 有 你被隔离了 刚来剧组不是碰见了吗 当时我们在楼道碰到擦肩而过 他说是17吗 老师好 毕竟第一次见面就不认识 就假装乖巧 对 我一直以为她是很安静的 然后到现场之后 就特别的活泼 特别的活泼 全场最活泼的 我对陈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 就是很帅 然后很有礼貌 就是 你是17吗 这感觉就是很亲切的感觉 就是可能有些 有些人第一次见面会觉得有点距离感嘛 但当时就是在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 感觉就是 首先这个老师肯定认真读了剧本 其次是对待演员 就是感觉虽然我当时戴了个帽子 戴了个口罩 他能一眼认出我 就是可能也是 就是大概知道我 我大概是长啥样了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当时就感觉很暖心 就是觉得这个对手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搭档 接触之后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吗 接触之后感觉就是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却还是那么的有礼貌 然后帅 然后戏好 然后平时又很努力 就是他那个 而且他就是感觉他会的东西很多 而且他就是平时爱好 跟我们现代年轻人大部分人不太一样 他喜欢看书 看一些国外的名著 还有喜欢绘画 就是他画的画都是很有意境 然后就是我有点get不到 但是就是一看就觉得我名家化作 就那种感觉 就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陈老师这种给我感觉很神秘 但是呢 作为年轻的男演员当中 又很有底蕴的那种感觉 就很有深度他这个人 就是 我觉得必能成大使 该你夸我了 我好难超越你这一番 真的你给我好大压力 一开始会担心有点生疏啊 或者说怎么去打破这个尴尬的这个境地嘛 那是你们一来就也很迷茫 然后也很客气 然后大家就客客气气相亲不逼 然后就礼礼貌貌 就一起就是完全这部好的作品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客客气气 到后来就肯定是大家都聊开了 然后就发现 其实我们的笑点啊 还有我们的一些 都不在意 共同的一个那种 就是 那个叫什么默契啊 或者东西啊 默契 哦哦这个词好 就是对就完全没有 笑点哪里没有 又不是你笑场的时候了 笑点 你又要提我笑场了 笑场是谁先笑的 真好是拍我演戏的笑场 是你先笑的 生气了别生气 没有什么太偏离我想象的一些 近况吧 就是都很顺利 然后是想象的好的那方面发展 就是我们越来越熟了 然后聊得越来越好了 拍戏也越来有默契了 然后作品啊团队都很好 就是这个 这个话就是相当的官方 说的也没说了 就是废话文学 就是这段可以卡掉直接 今天下一个问题吧 两位对哪场戏印象最深 就是我其实觉得 是我跟他之间吧 那场是我跟他 就是告诉他我的名字 其实是叫什么 然后是 也是真相大白的一场戏 就是其实他可能 一直也知道我的身份 但是那场戏是 我真正的 我们俩敞开了心扉 去说一些东西 就大家都是走心的那种 就双方都get到了戏点 首先 然后 陈老师说台词的那个情绪 包括就是可能 有拥抱啊 一些场面 就是他的那个 感染力 就是 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所以 我对那场戏就印象很深 我觉得 希望也能打动观众吧 刚问那个问题 我也是恰巧想说这一场 因为我知道那个词 首先那一段词 其实就很符合我们 那时候的场景 因为我们快杀青了 然后 其中有一段是 我舍不得这里 我舍不得大家 然后 大家的名字都报了一遍 然后 我当时我就会 很有感触 然后我就 能体会到他当时 热泪盈眶的感觉 其实是 很震情失感的 因为他 因为剧情里 他是要离开这个将军府了 然后我们也准备杀青了 现在 然后他就 我舍不得谁 舍不得谁 舍不得谁 然后当时我就有被感动到 有被处灵到 夸一夸对方 在戏里的造型 哦 就是 我 我那天跟他说了 因为有一段戏 他是办那个男装的 然后 我觉得他那个男装 就是很可爱 然后就是会 就是会 跟 跟女装的造型 完全不一样 女装的话就是 美嘛 除了美 还有点距离感 我是做了什么 让你觉得 我跟你之间有距离感 就是美的让人 有点距离感 哦 这个我接受了 男装的时候呢 他也是在夸我 就显得很可爱 他说 哎你男生怎么这么可爱 我说 就是会蹦蹦跳跳的 然后就就就就感觉 我女装就不蹦蹦跳跳吗 像个小男生那种 感觉不一样 你就觉得小男生 更可爱 不是 就你那时候像个小男生 就感觉更可爱一点 有时候一个光 从别人逆过来 或者是这样这样 这样 什么 那样 我一看 真的有那感觉 就是很像将军 他这个人站着 他就是小男生 这个角色 然后很多一些 新闻的表情啊 什么的 会让我觉得 确实 这个演员是有 他自己足道的魅力的 会有想要二搭 或者拍第二部的想法吗 你先说吧 会啊会啊 当然希望 我也会啊会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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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就是很 就是就是 就是很希望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 就像我说的 刚刚我觉得 除了我们的剧组 氛围很好之外 然后大家都很敬意 可以 我觉得可以 嗯 很好的完成一个 我们理想中的作品之外呢 是剧情 我觉得我们的 还没结束 知道吗 其实后半部 嗯 我是觉得 就是有待发展的很多 对 就是肖安生和学习之间 因为最后 算是个半开放式 开放式结局 嗯 嗯 就我自己还挺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有第二部的 因为其实 包括编剧最开始跟我们看剧本的时候 我一直都很想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后面发生了什么 然后最后围读完之后 就觉得 总是那么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 我们这个故事还是非常有看点的 我希望就是到时候如果 就是播放好的话 就是 放放完了 可能还会有 后续更精彩的故事 彩蛋来了 是要画我吗 我不知道了 辛苦 全雅老师 就是我觉得可能 就是因为现在就是 现在男生是自己的相似 也不知道 前几天还是很合理了 然后这个我跟男生的 戏份机会上次开机之后 四五天才开始开拍吧 今天就是跟另外一个演员 都非常开心 大家到时候看这个剧 就能够发现很多预计点 因为这部剧对我们演员 其实是挑战很大的 因为像我跟超超一老师 我们都是一人非是两个角色 都不同应该还好吧 然后 所以说在这个权势方面 我们前期 我们跟他自己也会有沟通 就两个觉得怎么样 就是在嫌弃的时候 也就像一个人的感觉 然后因为我们就在变变区嘛 其实这个点 我觉得在现在 本聚场里面 还是非常有看点的 因为大家就是很期待一把 然后我们剧组 也计算是很好 然后大家都 就是从导演啊 到支配人啊 公众人员 到现场呢 所有的节目都会融洽 然后 但是没有什么不愉快的 节目大家都非常的 比赛 越来越官方了 你们开始问我问题吧 把脸画了吧 画了 要留点空白